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马上讲出生后的事情了吗 我觉得应该可以聊就是应该是说你们结婚之后 然后我还发现有个小孩 然后小孩到来的时候那种感觉 然后跟这小孩一直到他挖挖落地你的整个的感觉 因为毕竟你应该是生的那一个嘛 所以你一定整个过程都特别有感觉 我觉得怀孕前就是一直同志嘛 因为没有办法自然的怀孕 所以就会一直想破头的一直去想我要怎么样怀孕 然后怀孕后就会各种进入啊 各种身体上面的改变啊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算是很甜蜜的时候 因为如果你的伴侣那个时候是那种会照顾你的 就会觉得啊 就是特别的有那种客户感 然后可是小孩一出生我觉得那个整个情况就变了 因为以前就是 这个我不只听我一个朋友讲过 好几个女生朋友讲说 而且是小孩子出生的那一刹那 老公突然对他家的态度正改变 比如说欸 孩子出来了 你这个有点剧情欸 没有不 我觉得是全家人的改变的成本 对 可是他当下 我说我男朋友他当下感觉他觉得超级强厉害 我在一听到我那是一个恐怖惊悚感欸 感觉一个人来对上去对你呵护备质啊 然后觉得你全家最美接棒的女人 小孩子高高落地之后 然后一个一个一个一边然后一直拍拍 我觉得这个言论有点偏激 这真实的事件欸 这真人真事欸 其实我们整个节目刚开始才5分钟 我们希望带给喜悦的感觉 你要你要让台湾的生育率这样 不是 但真的我相信 那真的是非常少数啦 好 好 那给你一个机会 你现在脑海里赶快想一些喜悦的部分 好 你说关于哪方面喜悦 关于就是小孩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喜悦 但是我跟妳講 其實我覺得我有點在意就是說 欸 妳加油欸 不是 因為我剛剛 我就是一個戀愛腦的人 所以我今天如果說我要有小孩的話 就是看 我知道我這輩子 我當然客氣是等不到啦 妳不會這一集也有辦法說 妳要脫談的內容吧 不是 我跟妳講 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會想要小孩子 最大的一個意義點是說 我想要看我跟我愛的人生出來的小孩子是怎麼樣 那畢竟兩 妳講 畢竟女女就沒有辦法就是只單獨女女生出來一個孩子嘛 在 至少在現有20年以內的科技 我AI幫妳合成一下就好了齁 欸 對啊 我也有人想看 好 我幫妳幫妳 那妳說我這樣子 一張10塊 好 一張10塊 然後我就還是用現在可以有的方式去有一個孩子 然後再把他整形成那個樣子 我覺得小安如果有小安很像那個巴黎式謝爾頓有小孩 就跟她巴黎式謝爾頓有小孩一樣 很驚鬆 這一集的主題叫輕鬆 我會有點擔心 可是我深覺得如果說我真的有小孩的話 我覺得我出門的話我會把他就是那個 我會帶一個那個就是可能鑽一個鏈子 然後把他就是整個有嬰兒車或什麼的我整個就鑽住的那一種 妳是說妳鑽那個嬰兒車還是妳的嬰兒車刷妳 我鑽他 我鑽他啦 還是我們把妳鑽七歲 應該七歲之前應該七 應該七歲之前都是我鑽他吧 妳這會不會被告啊 我好擔心喔 不是 她在嬰兒車 我們把話題等到真正的媽媽知道 真正的媽媽 好 我們結束A字的希望世界 大家在講什麼我都忘記了 那妳在家帶著 小孩的到來 浪費多少時間啊 小孩的到來 6分鐘浪費多少時間啊 還是像我很多這種初心 我們就是要透過幻想去延伸性的去想這個思考 我覺得問題就是在於大家很多幻想 就是妳會想像說小孩出來後 就像她想到說我可以跟青少年的孩子 有怎麼樣的互動 可是妳要想到小孩子出生後她是個嬰兒 然後吃喝拉沙睡這些很現實的問題 像我也是蠻喜歡去想我可以怎麼樣改變世界啊 可是後來小孩出生之後 我發現我花很多時間在公園裡面 看著我的抽發檔場 看著那個蝴蝶飛過去 看著草慢慢在那邊風中搖曳 我就覺得這個時候我可以拯救世界了 可是我在這裡 可是我覺得小孩 我對小孩的幻想就是 我覺得小孩一定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我覺得小孩就是不能看卡通 妳一定要開始看一些那種 天啊 妳不要省 妳真的不要省 我剛才妳在那邊 妳才不要省咧 妳小孩才可憐咧 不是用Oh my god 天啊 妳為什麼這樣子 妳小孩七歲之前只認識鐵鍊了 沒有 不是用鐵鍊的 我不要沒有 不是因為妳要 我要用銀光 沒有我要用塑膠那個 塑膠那個銀光材質的 我不要用銀光 我小孩要學散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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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超猛的耶 沒有我覺得真的 當你小孩會累 沒有它應該是會成為下一屆 就是全世界體力最好的 可以去報那個什麼什麼 很精采進入喔 她是那種 手上拿一杯Marcini 趕快寫功課 趕快 等一下還要補習 等一下還要怎麼樣的 然後自己在那邊喝酒 而且我為什麼要看卡通 卡通超無聊 應該要看一些比較 比較有意識 對啊 我是 我覺得沒有 一切眼鏡不是卡通不卡通了 妳 我覺得現在小孩子 妳應該是說 10歲之前真的不要讓 妳要控制他玩那個手機 而且我覺得小孩也要在家自學 我也可以 妳不需要去跟半淡一起 是不是很多想像 就是這些都是不存在的想像 你知道我們都在講想像是不是 對 回到現實 我覺得很多問題就是在於 大家女同志結了婚之後 然後開始想說 啊我要小孩 然後就開始這一類的想像 然後就好美好喔 我沒有想到美好啊 對 然後可是小孩一出來 我想很奇幻啊 其實根本跟這些都 你等到你遇到這些都已經是10年後的事情 然後這個 這個其中有很多很現實的 就是跟尿布有關的 或是跟一些 對 這時候就跟同志沒有關的 就是一些 妳就是一個家長 對對對 就是比較 嗯 就是跟尿布有關 就是跟尿布有關 你看眼神在公園了 然後跟妳的小孩跟體戀 就奶瓶啦 餵奶啦 然後尿布 這些東西其實才是基本面的 然後妳的朋友就是其他公園的媽媽 然後會跟你講一下別人的老公怎麼了 沒有 那也是小孩長大後 小孩寶寶的時候大家沒空 所以北尼的時候就是 請不要舔藍杆 不要吃地 地上的沙 不要什麼的 就是這些妳在管的 就是這些 而且妳還有兩個小孩 對 所以就是一隻眼睛要看得邊見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題 下一題是什麼 下一題是什麼 我們應該先聊一下 懷孕的那個過程 我覺得懷孕可以先聊 對 妳身體上有什麼改變 或是情緒上 嗯 對 我們下一題 我算還蠻lucky 沒有人家說什麼 孕吐啊 或者 對我記得那時候很尊敏 對我覺得身體上是還好 當然就是容易那種什麼 呃 那什麼 極胃服飾定流 那個叫什麼 胃食道逆流 對 妳有 有有有 因為其實生小孩應該都會有 這個是我蠻驚訝 妳會覺得應該要很餓 很想吃東西 可是因為妳常常 有那種胃酸的感覺 所以反而是還好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孕吐嗎 不是 孕吐 孕吐其實就是 聞到一些 像我覺得那種很油煙味 嗯 其實只是一般的廚房經過 妳都會覺得油煙味特重 嗯 對所以 懷孕的時候我覺得還好 當然妳身體有一些什麼 因為我是生雙胞胎嘛 對 肚子爆炸大 然後就會覺得說 欸那時候我想說 天啊 我難道是那種天然的體質 不會有韌成紋嗎 嗯 欸我都沒看到任何一個 我只看我的肚皮多光滑 嗯 然後結果有一天啊 鏡子掉到地上 我從地上 從下面照上說 靠 下面都是那個紋路 然後說都沒有人告訴我 我還想說我是那種天然體質 所以她都是在像 她就凝聚在上方 就上面是光滑 就像一個蹦 所以出來之後還是會有那個紋嗎 有 所以妳現在肚子有嗎 什麼意思 妳說妳可以 妳對皮可以 有啊 其實妳看現在就認真紋 這個沒辦法 不過這個是 雙胞胎才才會 妳是自然生還是婆婦生 這跟婆婦自然沒有差 沒有關係 我真的沒有兜兜 因為就是裡面放很大的東西 妙 對 那妳懷孕的時候不會想喝酒嗎 妳那麼愛喝酒 很想 那妳會聞那個酒味嗎 就是一直這樣聞 我就想盡辦法去買那種什麼零酒精的酒啊 沒有咖啡的咖啡啊 有就專門那種 不然黑棕沙是應該不錯吧 對可是 喝了那個我才發現 我追求的不是口感 我追求的是酒精 是那個微醺 是那個微醺 微醺 沒有我覺得我如果喝汽水就會醉的話 我只喝汽水我不會喝酒 我們不會懷孕我們兩個 對所以不用 我們的小孩很可憐 不用擔心 對 不過我覺得那種 很多人就是為了餵母奶啊 然後就不 不喝酒 然後ㄍㄧㄧㄥ ㄍㄧㄧㄥ 其實我覺得小孩子 媽媽開心最重要 對 愛喝就喝 所以妳在餵母奶的時候 對方會一起喝當情趣嗎 欸 重到小安喜歡的咧 我一直幻想 會想 我自己都會想喝看看 結果沒有耶 結果 你到底有沒有喝喝看 我沒有我完全不想 欸 好好奇喔 因為某一天 我有喝過母奶 欸我有喝過母奶 你是喝他的母奶嗎 我不是我喝 我是在一個活動 他就是體驗 就是 有女生會進來噴 你要 你說你想喝他就噴給你 可以噴 我記得母奶的 母奶的味道是有點像是 那個奶粉0到1歲的那個 你怎麼知道 口感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有一天我就去我客戶家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朋友就是 我朋友也是個爸爸 然後他就說 啊我來先 那個奶粉過期了 不然我先把它當飲料泡來喝好了 然後我就說 那我也要一杯 我說我最喜歡喝嬰兒奶粉 他說真的很難喝欸 我說沒有我超愛 就一喝完我 我差點噴出來 有點像魚腥味 魚腥味跟鐵鏽味 就像月經啊 不是 反正就不 哎呦 月經味像越白味 我那時候喝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不記得味道 但是我覺得我好像體內的血 有被快速地換過一輪的感覺 有refresh的那種感覺 你確定你喝的是母奶嗎 壓州水嶺 是啊 真的是啊 你是超大麻 是真的我已經看到 我 生命之類 我已經看到他 他真的是從他的舞防 就是這樣子擠出來的啊 我覺得他應該從旁邊 有用那個馬克林奶粉這樣噴吧 所以應該還蠻好喝的 你懷孕的時候口味有改變嗎 我我幹嘛看他 我沒有懷孕喔 我覺得還好欸 這個我覺得見仁見智 所以 見仁跟見智兩兄弟又被cue出來 對 我覺得這不一定 我是還好 可是你懷孕的時候 你聞到有煙味那些 你應該 有沒有有些食物 你就特別會不想吃 我覺得沒有 不過那時候因為有那種 你懷孕的時候可能有什麼 認成糖尿病啊 就是假性糖尿病之類的 所以你就要 我就有 你就要很注重 我知道那個兔女郎他們也有 你就要很注重那個你的飲食 不可以什麼澱粉啊 對什麼的 所以反而那時候我 飲食是我這輩子最控制的時候 然後所以一生完之後 其實是蠻苗條的 然後一生完之後 沒有這個限制就 就 大解放 大解放 我覺得當 我覺得聽完當媽媽真的很 很偉大很辛苦 非常啊 可是這些都是你 懷孕前不知道的選擇 你覺得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你覺得 當懷孕的那個人比較辛苦 還是當照顧者比較辛苦 再重來一次你會選擇當哪一個 我還是會選擇懷孕 當懷孕的吧 為什麼 沒有那要看你的照顧者 是不是好的照顧者 所以你的意思是 如果你的 我知道我那時候的照顧者是非常好的 可是如果你剛好遇到一十個完全不瞭理 不理你的話 那我覺得你就是會很辛苦 我覺得當照顧者很辛苦 因為你不能體會那個感受 可是你也要去關懷理解 因為你愛他 所以你一定要去照顧他 我覺得比起來我會 我覺得當照顧者可能會比較辛苦 我寧願當懷孕那個 因為當照顧者要一直take care 然後你又感受不到那個感受 就會一直擔心一直擔心這樣 也許吧 如果你是個簡單的孕婦可能OK 我是個簡單的孕婦 我覺得你是簡單的心 可是如果像那種又一直孕吐 然後又一直閒空閒心 然後情緒很暴躁 那可能就會很辛苦 對啊 有像我聽起來就是 情緒比較會容易失控 可能就是我不能喝酒 我想喝酒 我經過最多其實是孕婦 你這種就是激烈性的孕婦 其實是生產後我覺得 我聽到比較多人 他的那個情緒 產後憂鬱 產後憂鬱 你有嗎你有產後憂鬱嗎 那是什麼樣的感覺啊 我覺得多少有 因為你第一 你完全那個睡眠不足 對 因為小孩一出生之後 那個孕母基本上 因為你又要餵奶 你又要怎麼樣 反正你就是體驗你人 身為一個人類的體力的極限 對 所以你已經不能睡覺 我知道男人要當兵女人 就是生孩子啦 對 不過我是 生完之後你第一 口號你又來了 第一是睡眠不足 對 口號又來了 對 睡眠不足嘛 然後你又那個 精神不佳 因為你睡眠不足 然後小孩又一直吵 然後你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沒有保姆沒有辦法說 就是給保姆 然後我現在就是要 連續睡12個小時 保姆你幫我顧好這樣 一開始 一開始你會這樣 就是你會覺得自己可以處理 然後我覺得那種 你需要找保姆 然後自己沒有辦法處理 那又是一個自信心的打擊 就是 欸 我自己一個孩子兩個孩子 我都顧不了嗎 那我這樣算什麼媽媽 你就有一種 我不會 我會找保姆欸 對我超級 我超級會覺得說對 我一定找保姆 我們回家顧了一個禮拜之後就 趕快找保姆 對一定要找保姆 對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大家都已經行屍走漏了 然後就說真的不行 天啊 天啊 對 我覺得我只要負責給他關愛就好了 關愛跟努力 那嘛 投射關愛的眼神 就這樣就好了 對 我覺得我覺得我如果每 如果我每天可以陪小孩子玩半個小時 我覺得就已經是非常 喔 了不起的事了 嗯 這包含是你用鐵鍊 然後用著玩法 不是不是 沒有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 走去隔壁三個 不是我喜歡到我不用太 不用太動的 嗯 就是我可能就是做 坐在這邊啊 可能大家就畫畫啦 或者說玩一些cosplay的遊戲 你就當遙遠的乾媽就好 我覺得嬰兒欸 我跟我子女他們也有玩啊 cosplay的遊戲 嬰兒 嬰兒要給保姆吧 嬰兒的時候就選擇她 或是說每天念半個小時的故事書 這個這個 OK 對 每天從小唸九九成法標給她聽 沒有她會唸紅柔夢 欸欸 你真的很了解我欸 反正我剛剛 我真的我剛剛 我剛剛我現在我已經連續已經 我剛剛我進入了已經兩年了 我們每 呃 講勳嘛 講勳對我已經聽了 大概已經要踢到第七回了 哇 我覺得我們兩個應該去領養一對雙胞胎 然後看看他們兩個之後 為什麼 應該會變成什麼樣是不是 不是怎樣 我好害怕 我也有害怕 我可以每天念半小時的紅柔夢 元素給她聽 讓我自己隨便看 節目又進入驚悚的 對 又驚悚了 又驚悚了 不是我覺得那小孩子 那天超有文學素養的欸 我的小孩會很聰明 我不知道第一 他第一句話會講的是什麼 紅柔夢 不要再播了 對 拜託聽下來 很有天氣 然後我小孩就會說 因為我已經播了三個月了 八七五六 呵呵呵呵 那可能是零吧 不是叫媽媽 而是八七五六 不是吧 應該是叫那個空起來的那個城市 好吧 我們兩個有小孩 沒有我剛剛 我一定就是 我一定 如果說我有小孩的話 我一定王菲 雖艷斯非常喜歡我 我一定一直給她 他說 你看這就是媽媽 這個就是媽媽享受的偶像 是不是很漂亮呢 呃 我也就要把你打扮成這個樣子 你確定你真的會這樣 你真的會這樣一直跟他們講這個 他們不會回應我 對啊 本來其實我覺得至少講這個 自己的情緒會比較 很開心 比較新一點 很開心 很開心 哈哈哈 我們下一題 會講話 媽媽不要再講 對 建議有孩子的伴侣一次生一個還是雙胞胎 對這個真的 這是個好問題 嗯 因為同志都需要透過人工生殖 或者像IUI那一類的什麼 低精的方式去怀孕嘛 那大家常常人工生子就会想说 我要是可以生双胞胎 我一次就两胎 一般人现在都会想要两个小孩 然后会觉得我那时候也是想说 我为了要喝酒 我为了要party 我为了要玩 那我一次怀孕就好了 对 然后这样子可以省了很多 对然后之前的前辈也跟我说 没有问题那台湾医疗很方便 而且你还可以指定 譬如说两男两女或一男一女 如果你去美国可以啊 可以可以 性别如果你去美国 真的假的 对不是星星是龙凤胎啊 智商可以决定吗 智商没办法 其实你可以选择他的那个你 男生那个那个 他的整个家世背景啊什么 一直到他好像什么前面几代的 都可以看是不是 对可是还是预测不出来啦 到底是怎么样 好一个学童吧 对对对对 那些都不去看 都可以看 不过不过那个 我觉得怀孕的过程 那个是就是十个月嘛 或者八个月七个月 这个其实是蛮短的 可是出生之后是双胞胎 这个后面的 我真的一直觉得 我一直到小孩出生后 我才去才发现说 我之前完全没有去想 小孩出生后的日子是怎么样的 哇对因为我一直在想我要怎么怀孕 我要怎么样顺利的生产 生出来之后我才发现 好可怕 怎样不是我的想象 我们两个都想象到啊 你为什么没有 你觉得小孩子一出来就是乖乖的安安静静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还比你多 你印象怎么会这样觉得呢 就是那种你看他的安稳的睡着的那个表情 没有啊小孩用铁链 他就一直乖乖的那种感觉 我们要铁链我塑胶链 对而且他说荧光色 荧光的对 就是在后面有掉一条 反正就是 还是说你没有 还是说你小时候你跟你哥都很乖 所以你妈就说 小孩子都是很乖的啊 出生都是安安静静的躺在那边的啊 我们都不用怕什么力气 是不是他们都这样讲 长辈都这么说 可是我觉得现在真的就不是 他们就是一个 博生生的人类啊 所以他们其实 说不定其实只是想要你生而已 所以这样讲 也没有我觉得他们忘记了 所以 因为我妈一直说我什么 她说我小时候超乖 她说什么 她带我从旧金山飞回来坐飞机 坐12个小时 飞机上的旅客 完全不知道这个飞机上有一个 6个月大的婴儿 我完全没有哭 哇你好乖哦 你妈给你喝酒吗 没有吧 我觉得没有吧 还是你妈有用那个铁链 哈哈哈哈 我应该就没用 所以我觉得应该没有 神奇铁链 嗯 对所以我的建议是 不要一次生两个 因为会很辛苦 然后就是辛苦 大家大人都累 然后最后很多争吵 所以就是 我们讲讲开心的好不好 我怀疑 那我也会回我这两个好奇 我很怕这一集 大家有何个不少呢 你有这些思考的话来找我 我会好好的分享 那我问你哦 结婚到几 怀孕到几个月还可以做爱 你说做爱是用手吗 手应该都感觉 都 对啦 我们就是 怀孕可以高 怀孕可以连续一直高潮 不会影响到什么 我已经不讲这种连续不连续 我只是在讲 怀孕高潮会影响到什么吗 不会吧 不会吧 可能影响心情更愉悦吧 愉悦好啊 很开心啊 所以你在怀孕的时候有 适当的 有吧 不过我觉得到后期可能就 但是说 所以不是说走起的下个月哦 所以性欲会减低吗 应该是运期 就是你怀孕越大重 你好像身体会有越多 对 因为我是双胞胎 所以就是你到时候的 那种不舒服 不要酸背痛啊 所以怀孕不能喝酒也不能打泡 对 我们还是不要怀孕 要不要讲一些 就是还不错的啊 不然这两个 最后一点都很大耶 嗯 我觉得小孩 但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不 为了爱小孩胜过于 呃 做爱跟喝酒 我觉得 我们是比较 应该算女性里面 比较少数的啊 啊我 我知道 我对小孩有一个很 很美好的幻想 嗯 就是 当我宿罪 头很痛的时候 我可以跟他说 宝贝去帮忙买早餐 那也是他已经到几岁好吗 那也是至少他已经10岁11岁 8岁就可以了吧 我也觉得 对啊 8岁可以下去拿早餐了吧 我觉得他是想要领养一个小牛才 我也觉得 然后 因为我有 我有一个阿姨 他很爱喝酒 然后他女儿成年之后 他真的会打电话跟他女儿说 宝贝来载妈妈 妈妈喝酒不能开车 然后他女儿就常常去接他妈 所以这是我觉得 没有我刚才小孩子对我来讲 就是过了12、13岁之后 就是很好 因为像我跟我子女 他们的相处就是 他们大概是不是 是不是12、13岁之后 然后他们就是会 譬如说突然 他们在看我的YouTube 还会跟我分享耶 对啊 我觉得小孩其实很可爱 然后他还会 12、13岁之后 就是 就是有时候我觉得 我的那个大子女 他就非常的暖心 就是我们大家就一群人去游泳 然后我就是 很自我的 就是游了10趟 我觉得不管我来游泳池 我就再好好的运动一下 你自己去玩水 然后 然后后来 呃 我姐夫来的时候就问说 哦 你小妈咪有游泳吗 什么的 因为他们叫我小妈咪 对 然后他就说 他居然说 我有游游10趟耶 他居然在玩乐的过程的时候 我觉得小 小孩真的很贴心 我奉劝大家还是要生小孩 我突然就觉得 诶那种暖衣 真的是 那种暖衣 好活命 对就是那种 就是那种 突然就觉得说 自己就觉得一故那种很心软的感觉 小孩很贴心啊 而且很可爱 还会就是送你东西啊 什么的 诶Sindy的小孩现在你几岁 现在快8岁了 所以的确已经进入了 可以买早上的事情 那你可以明明 你现在可以 就指使他们去做什么 买 拿Uber E啊 对啊 我就出一只嘴啊 然后 那不错耶 出一张嘴啊 什么一只嘴 出一张嘴 然后在那边又说 诶你去干嘛去干嘛去 他们现在是 对哦 做什么事情让人觉得 哦 其实我觉得有小孩 真温暖 或者是不错的点 我觉得就如有上一次我就是 生病 应该不是宿醉 应该就真的生病 然后 然后就不舒服 然后躺着 诶小孩就会 忙进忙出的 就想要照顾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 的确是蛮 很可爱 对哦 真的哦 会小朋友会这样 对 那时候觉得 很可爱 真的是蛮窩心 然后最近他们在种绿豆 然后我女儿 早上就跟我说 诶你记得帮我浇水 我在我抽屉里 我说 怎么 什么是抽屉 然后我就去他的房间 把他抽屉打开 大概有 五盘不同的绿豆 然后在他抽屉里面 哈哈哈哈 我说 哇 这是抽屉农场 好可爱哦 可是他为什么要抽屉 可是抽屉他不是越长越高 抽屉会压到哦 嗯 对 可是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放在那边 对 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抽屉打开 也是看到一堆绿豆 绿豆 对 所以这就是有小孩 对 那就是我有听说 就是有小孩的人 就是等于你在人生 可能进入了一个 你人生已经长大成人之后 你又可以再陪小孩子 再次经历一次童年 孩子在学校有没有被歧视 或是带问题回家 你们为什么有两个爸爸 或两个妈妈 你会怎么教小朋友回复 我们从小孩一出生之后 就不停的出轨 天天出轨 一天出轨 很多次 因为我要小孩子从小长大 当人家听到说 他的爸爸是谁 因为我们小孩就是 因为国外的金子银行 就是有混血了嘛 就是这个他是混哪里 他爸爸是谁 我们就是不厌其烦的 一直出轨 说我们是同志家庭 他有两个妈妈 因为我们小孩们从小到大 就会听到我们怎么解释 然后不会觉得这是一个 有任何需要feel ashamed 就是自己有什么不同 然后我们也常常跟 有同志家庭也一起出去玩 然后一起练家庭也一起出去玩 让他们知道说他们不是 就是the only one 就是还有很多像他们这样 所以当他们去面对同财 或者就是外面的世界的时候 他们知道从小而如目难 可以知道说怎么去面对 所以他们现在到学校 他的同学都知道说他是有两个妈妈 然后其实我觉得同学之间 小孩子还好耶 对 反而是因为他们对于 我们也会跟老师沟通 就是母亲节的时候 父亲节的时候该怎么办 对 那父亲节的时候 父亲节的时候他们就会做卡片 给祖祖啊 给阿公啊 然后老师也会讲说 有一些人 你可能 其实现在很多单亲 现在很多离婚 很多那种就是隔代教养的家庭 超多的超多 对 现在的小孩子长大的形态 已经不一样 很多元 对 像我小孩跟我说 我们下礼拜要去跟谁去玩 他第一个问我说 他们也是两个妈妈吗 我说对 他们离婚了吗 哈哈哈 对 就会就会觉得 所以在学校反而同学不会对他 启示或霸凌 不会 其实我觉得现在不会 现在台湾教育做的还不错 倒是他们比较常被问 因为是混血儿 长相不一样 他们比较常被问 你是不是混血儿 你是台湾人吗 可是混血儿现在也比较不会被欺负 对不对 十几二十年前混血儿是会被欺负的哦 可是就会一直被问 那对一个小孩来说 你被问这些都会觉得 他都必须要去多回答 他不一定喜欢 我很好奇 为什么你想选混血儿不选亚洲脸呢 因为 因为亚洲人很少去捐金子 哦 所以你那个亚洲的sample很少 可是亚洲的sample你有看吗 就会很容易碰 如果是你你会选 我觉得如果 如果是我的话 我觉得我要选亚洲 我不想要送混血儿 我要欧洲 你那个一百个人只有五个亚洲人 那所有的亚洲人都选亚洲人 是不是很容易碰到兄弟姐妹 反正妈妈不一样啊 我觉得韩国应该不错吧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喜欢我要的韩国 我不要韩国 韩国人很高耶 我不喜欢小孩 我没有小孩子太高 那你只是想看长出来长什么样 就是用你的才能的AI的方式去做 我帮你们合成就好了 墨西哥 墨西哥 不要 如果我又好 我喜欢肤色生啊 那我就想说 我要中国或日本 墨西哥不错 就这样三十分钟过去 好如果你要想说外国人的话 我觉得我要偏南美那边的 可是白 南美 就是秘鲁啊 南美啊 阿拉 阿根廷啊 巴西巴西这种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我觉得这种 墨西哥啊 我就说墨西哥啊 我觉得秘鲁 给他秘鲁啦 给他秘鲁啦 给你啦 我觉得欧洲也不错 秘鲁会比较贵嘛 都混 反正我就是要颜色 我就是要 头发的颜色跟眼睛的 颜色都是深的 有有 我们那时候 选的时候也有这样子 因为 不想要选那种 狠金发碧眼 这样 对啊 现在他们对 太明显是混血了 对 我们两个不要再想象了 好不要再想象了 有一件事情 就是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 比如说我们是亚洲的DNA 那有没有说 可能哪一个国家 或是哪一种人种DNA 是跟我们比较远吗 或比较不适合的吗 会有这种 有这种吗 对啊 你说像那个老鼠 还是什么以前拿筷子 就是 就是我一直说 因为它会差很远 然后可能 就是比较不适合的嘛 应该好像没有这样的东西 好像没有耶 就只要是全球 只要 只要是地球人就可以 其实你在选 选金子 你怎么 坏心理也可以啊 对啊 坏心理你怎么知道 选金子主要是 看他的身体状况 因为你最不想要的就是小孩 有一些 有不健康 刚刚出这种笑点哦 遗传性的东西 对 其实金子银行还不错 因为 你就 你跟一个人去酒吧认识 然后或者你们相遇 你 不一定会知道他们子中三代 你不要一直逗我笑 我没有啊 可是啊 你们的画面是跟那些妹 到下面是一个外星人 然后想说 还会看一下 眼睛蛮大的哦 没有我觉得这位 它可以延伸很大 哇水星人啊 冥王星啊 西人 西人 我第一次 我刚刚就在想西人啊 我第一次把你讲到 讲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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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到流泪 我觉得很开心耶 我要为此而喝一口酒 而喝一口酒 女同志是花你的时间在想象 真的 AJ和Mo 听完后 也渴望体验 怀孕或生产吗 我超想体验的 我觉得为了要增产爆锅 那你去干液膜啊 在里液膜啊 不行我不能喝酒 我觉得我可以 你在我的代理孕母 我有弄卵 好你在我的 Match到了 恭喜大家 我可以奉献 我可以努力赚钱 但我不适合生 喝酒 可以啊 因为我觉得他生 我不能 我不能我要喝酒不行 以我的卵子来讲 如果是他 放在他肚子里面生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就是 能闻能武 能静能动的孩子 我不可能生 我要喝酒 我可以当大猪神 那你一秒改变 你前一秒才说你也要呢 那你现在又 我当照顾者啊 如果我 另一半要生 对 我会鼓励他生 你是鼓励 对 还是你 还是女生 我真的 不管是怎么样 我还是宁可当照顾者 如果真的要选的话 对 但是 因为现在国外不是会有一些就是 男性可以体验女性 比如说怀孕症痛啊 那些部分 真的吗 男生可以体验 就是男性或女性都可以 他就是可以让你肚子 带上一个机器 然后让你体验 怀孕生产时的症痛 很痛啊 很痛啊 对 国外国外是有这样的东西 我想你们会愿意去 我朋友说 我之前会跟我朋友 这个体验我不愿意 我也问过我朋友 我问他说 生小孩的感觉是什么 他说很像被卡车碾过 可是我听别人说很像 就是便秘 就很用力 蛋面搭不出来 但我觉得这个我应该还蛮拿手 因为我从小就便秘 体质到大 你很甚至于生小孩 对 可是我觉得没有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到的话 我真的觉得我就是要剖腹 等一下真的很痛吗 呃 我 因为我是剖腹 所以 所以剖腹就不会痛 所以不是经历那个 可是剖腹之后的那个痛 是很痛 哪一种痛 因为剖腹后 撕裂痛 你还是会有公缩 就是你的子宫 会在那边收缩 去拍 那就是超级痛 很像经痛那样 就是经痛 一般经痛加个二十倍吧 啊 所以他就会 那是止痛样呢 所以他会给你脊椎打 那是止痛样吗 麻醉 你就是按 然后我就是 你说四千块吗 一致上去说是四千块 我反正就是那种 打那种 所以有打麻醉 有 那要痛多久 那应该就不会痛了吧 就是你痛你就按啊 那应该会 那就应该不会 会出汗很多了吧 最多只能打五天之类的 对 我觉得我会努力 当一个好好的照顾者 我愿意当一个好好的照顾者 好啦 这样至少是 responsible 对不对 有负责任 我愿意去刨腿 买东西 嗯 我觉得我也是 对 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我看到我自己 你怀孕的模样 我觉得我 我可能有玉珍丽哥爆发吧 这一集不是收尾吗 我觉得主角确实 anyway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小孩真的很棒 大家就想清楚 但只要想清楚 每一种lifestyle 我觉得我每一种lifestyle的幸福 对 但你只要是 真的就是 是由你心 心念去所想的而去做的 而不是被别人怂恿啊 从别人影响 嗯 当你当你是 从你的心念出发的话 一切都会是幸福圆满美好的 那有任何的想要聊的议题 或是你想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讲各式的女女劲爆话题 辛亂话题 都请来 请此后花园留言 或是我的IG Let's Meeting AJ 然后请大家持续的收听 分享订阅 以及打开你的 小铃铛 好 那我们就是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 那我们就下期见咯